另外法务部在19号晚上枪决了6名死刑犯 隔天媒体也纷纷大幅报道 但是中国时报却出现了一个大乌龙 因为把其中一名死刑犯陈东荣的照片 误制为前民进党立委陈东荣 而同党立委段一康在发现之后 也赶紧向现在人在美国的陈东荣来求证 陈东荣知道之后是气得大骂 这真是太乌龙 也已经委托律师准备要提出告诉 打开20号的各大报 法务部枪决6名死刑犯的新闻 都占据非常大的版面 不过仔细一看 死刑犯陈东荣的照片 中国时报却跟其他家的媒体不一样 这张照片民进党立委段一康 越看越眼熟 这个把陈东荣的这个前立委的照片 用到这个死刑犯陈东荣的身上 他们就打电话跟我求证 那么打电话到洛杉矶他的家里面 才找到他 那他那时候还在睡觉 当然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他非常的生气 照片的主人就是前民进党 巧选立委陈东荣 凑巧跟死刑犯同名同姓 不过两个人却一点也不像 定居在美国的陈东荣气炸 虽然中国时报赶紧在21号的报纸中 登了小小的道歉声明 不过能不能让枪决乌龙就此平息 还得看陈东荣能不能接受 记者参谋宇宋宏林 台北报道